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P哥结束之后追光把哥哥第二季官宣 成功转移了大家的关注点 虽然这一季的P哥表现十分出色 也完全符合大家的期待 但总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尤其是总决赛之后 依然感觉没看够 而追光把哥哥第二季完美延续P哥 已经有爆款之势 追光把哥哥同样需要进行五次公演 且每一次的主题都不同 观众除了能够看到哥哥们在舞台上的表现之外 还能够从他们日常的相处中 看到哥哥们更真实的一面 虽然目前节目还未播出 但是一公早已完成录制 且从路透信息来看 一公舞台同样十分精彩 不过对于观众来说 在追光把哥哥的舞台上 能够看到惊喜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这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艺人 有人擅长舞蹈 有人唱功了得 但是观众意料之外的技能才是重点 一公惊喜不断 周晓鸥高难度调威亚 从目前的路透信息来看 哥哥们在第一期节目分成了四组 从这一点上来看 与P哥有很大的不同 最开始P哥是哥哥们自由组队 每一队的人数都不相同 而追光把哥哥则是看起来更加平衡 有五人组和六人组 四位资历较高的艺人担任队长 吴振宇 沙宝亮 张卫健和吴建豪 在同组的其他哥哥中 都是年龄和资历较高的 因此担任队长是重量所归 不过弊端就在于追光把哥哥的舞台上 很难再看到李承炫和张静 这样的黑马队长 但这并不影响一公舞台整体呈现的效果 四个组分别演唱了不同风格的曲目 吴振宇 倪坤 江潮 琴奋 陈楚生是第一组 他们选择得了一首慢歌 没有加入跳舞 站桩输出的方式让人有些意外 毕竟倪坤 琴奋都是组合出道 唱跳能力俱佳 不过这样的形式对于吴振宇和陈楚生来说更具优势 完全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 第二组则是由沙宝亮 张傲月 满江 杨和苏以及周晓鸥组成 这组的风格与吴振宇组差距较大 选择的是跑步类的歌 周晓鸥尝试了难度较高的吊威亚 可谓是从节目一开始就放大招 而这一组还有沙宝亮这样的实力大 Vocal以及杨和苏这样的综艺说唱冠军 很有可能成为后续的黑马组合 第三组则是由张卫健担任队长 他们选择的是一首爱国情怀的歌 不过从路透信息来看 这一组的舞台有一个斜坡 有别于其他的组 歌曲的最终呈现形式也是融合了唱跳 刘野和韩宇从一开始就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 吴建豪担任队长的第四组 包括第三组的杨宗伟也成为了舞台上的焦点 杨宗伟突破自我 吴建豪组取胜 张卫健组带来的虽然是一首爱国情怀的歌曲 但是融合了唱跳 从这一组的成员来看 刘野 韩宇本身就擅长舞蹈 那无可热虽是说唱歌手 但是肢体协调能力更强 而张卫健则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但也同样有舞蹈功底 只有杨宗伟的舞蹈水准是观众无法预判的 早前在综艺节目中亮相 也多是战装输出 也正因如此 大家的关注点都放在了杨宗伟的身上 在韩宇数次cue他跳舞之后 杨宗伟便尝试了一个八拍 在舞台上成功突破自我 不过对于杨宗伟来说 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往往前期节目大家的关注点 都会放在这些熟悉的艺人身上 如果他们能够给观众带来意外之喜 自然会吸引一大波粉丝 不过最终获胜的是吴建豪所在的第四组 他们选择了两首摇滚歌曲 用串烧的形式将舞台呈现出来 这样的选择实在是让人有些意外 毕竟在吴建豪组 还有迪马熙和王熙这样的专业歌手 早前很少有过摇滚音乐的舞台 而相声演员出身的上九熙 更是让人无法预判他的表现 包括凭借着温太一而出圈的演员张小龙 可想而知 几人组合到一起呈现一个 又燃又炸的摇滚舞台会是怎样的场面 作为队长的吴建豪自然也会让很多观众被感惊喜 毕竟很多观众都是因为F4来看吴建豪 但他却不止有情怀加分 跳舞一流且能玩摇滚 这才是真正的宝藏哥哥啊 尽管追光把哥哥第二季还未播出 但是已经成功引爆了观众的期待值 只要第二季不再像第一季一样有 各种各样的油腻wink或是地板动作 那么追光吧哥哥也会成为又一档皮哥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